他是少林寺永化堂第十九代传人 精通一理 济世旧人 他继承了少林武学秘籍新一把 心怀绝技却与世无争 他隐居山林十八年 研究少林禅学武学和医学 少林禅武一传人 是德剑上级 照片上的这个人 正坐在海拔1512米的河南松山 少氏山的山顶 每天他都要在这个 乘45度斜坡的屋顶上 打坐练功 而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即使一块瓦片的松洞 也可能导致他粉身碎骨 每天面对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惧 他心里却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 事得见 少林寺永化堂第十九代传人 十八年来 他远离俗世 隐居在距离少林寺十里之外的三皇寨 研究少林的传统文化 禅学 武学和医学 过着淡泊寂寞的隐居生活 三皇寨坐落在海拔一千多米高的 少氏山的顶峰 这里地势险峻 只有一条沿山开凿的小路 但每年还是有很多人 不惜翻山越岭 来找士德剑调理身体 好多就是生命垂危的人 或者是有些有大病重病的人 他们家人来找师傅 或者他们本人来的时候 师傅无论再忙 他都是会尽心的给他们治疗 帮助他们救助他们 来的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这些年龄 我们按照我师傅留下这些配方药 这些药 我们这个药 当然我们也不是卖药 你相信我 就吃 我也分文不取 以后我们要养成习惯 起立的时候 要慢慢起来 如果你突然起来 2009年11月 士德剑在三黄寨 举办了第二届少林禅武一研讨会 我慢慢起来 先起头 先起头 起身先起头 周身起落 身 这叫说 现在士德剑正在教大家通过调整呼吸方式来改善身体状况 他希望通过这次打回 让更多的人了解少林的传统文化 禅武一 禅是什么 禅是少林文化的一个理念 武是什么 武是禅的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是什么 一是少林文化的一个应用 应用的旧人的应用 少林寺讲究禅武一三修结合 以禅修心 以武养身 以医调病 少林医学也叫做禅医 它不同于中医和西医 是少林僧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参禅 练武和行医总结出来的一套养生方法 这个禅医有八字疗法 它这八字疗法主要是过去的兔纳 兔纳法 导演法 真级五高膜 这八字疗法 因为这比较方便 这是少林的传统 少林禅医的主要行医方法有三种 气化疗法 药物疗法和饮食疗法 禅医认为 人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 所以控制和调节饮食习惯 是最重要的环节 资料与养生也就是说 银由于吃一些过量的大量的吃一些辣椒 葱 蒜 姜 胡椒 俘虏 草豆 芥菜 鸡蛋 鸡鸭鱼肉 它过量的吃这些东西 身体会有病 它有了病以后 它也想好 那就这些东西就不要在吃全部肚鱼 要吃清淡的 你看到我们用敲疗法可以滴鼻子 然后我们叫它练内养功 练治言治为 叫它吐纳 然后我们帮助导人 然后我们给它用刀药 然后针牛点血都可以用的 用这些方法来综合治疗它 最重要的是自瘾的心 这是经过少林市的几百年来的经验 我依附说这个以前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好 为了肯定病 就我小时候都人是这个 先天性的 这个胳膊我从92年91年代都 现在小子还大 多年来 士德剑用传统的少林产物一养生方法 免费为周边村子的村民调理身体 这个你自己经常按照我的方法 啊 你就这个两个手搬住这个肩领 这个都不会是 然后你这样呢 就慢慢往里压 往上推 这个然后这用着手呢 就是旋着 就慢慢这个旋 放入这个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患有疑难杂症的人 到深山里拜访士德剑 而他每次都清尽所能 减轻他们的病痛 为了表示感谢 很多人邀请士德剑出国讲学 主持寺院 送给他金钱和宗教地位 但士德剑都没有接受 他说自己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僧人 将来即使要干一番事业 也希望是在中国 少林寺 是中国少林功夫 和少林医学的发祥地 但他们的起源 一直以来 就是个历史之名 1500年前 一个叫巴陀的小圣教和尚 从古印度 徒步来到中国 他喜欢隐居在幽静的地方 信奉佛教的孝文帝 就派人在河南少氏山下的密林山处 为他建了一座寺院 取名少林寺 这个山呢 从中间的分成两部分 它的东部 叫太氏山 西部 叫少氏山 实际上呢 这个两个山之间 就是一个地质型呢 就是叫断层 断开的地方 两个山断开的地方 我们少林寺呢 就在这个断开的地方 巴陀禅室主持少林寺后 四方僧众慕名而来 少林寺出具规模 但此时的少林寺 主要是为皇家翻译佛教书籍 并无习武和行医的风气 公元五二七年 另一位印度高僧达摩 来到松山少林寺 传授佛教的禅宗 他面壁九年 静坐修心 有史学家认为 少林功夫的创始人 也许正是达摩 达摩十八手 据传就是达摩所创 当年达摩终日静坐 不免筋骨疲倦 他发现很多弟子坐禅时间久了 昏昏欲睡 精神不振 假之少林寺坐落在深山老林 需要随时防备各种野兽的侵袭 于是达摩仿效我国古人 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 编成用于健身的活身法 并传授给其他僧人 而这就是少林拳的处形 他的每一个技法都是为格斗搏击而设计 另外他每一个练的一个功夫 都是为枪身剪梯进行设计 比方说传统少林武术主张 劝搭一条线 他都在一条线上运动 然后劝搭我牛子底 取而不取 治而不治 那么你在攻击对方的时候 如果你劝成的肥上治的话 当对方砸在你这个笔上聊以后 这个笔就马上就容易折断 这个扫人拳主要是以剥离为主 关键就练四五眼神发布 再出去 这样的话 你抓对方的穴道 这手是这样 这叫反关节 用这个地方一跌 这个脚的腿还得压着它 这样 然后翻来就这样 据少林寺流传下来的全谱记载 少林功夫套路 共有708套 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合原则 手与足合 肘与膝合 肩与胯合 心与翼合 翼与气合 气与力合 在练功当中 要懂阴阳 气血 五行 才可以达到身体的完整一致 所以 少林僧人 如果想练成上层功夫 就必须掌握人体的脏腹血脉之力 精通一术 少林功主要是练这个 钢油腺腔肌 不是外界说的 刚刚的英文中 他练油腹劲 很静很慢 因为练书慢 右手快 一朝一世的练 他主要练气 这些功夫 这必须得跟医术的两个一块 离代的少林僧人 那么在性秘的过程中 把西颤和脸乌 给他幽济的结合起来了 形成了只有特色的一种料法 比如说俗世料法 还童巧料法 兔拿料法 滇血料法 这都是少林寺 他通过和西颤脸乌 他们结合起来以后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一种 优别于我们串通中医 第一种独裁的医疗法 每天早晨一起床 士德健就会来到山顶 舒展一下筋骨 今天 三皇寨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士德健喜欢雪 因为他的老家在东北 士德健 本名丁洪本 1963年 出生在黑龙江省客山县的一户农民家里 父亲用卖菜得来的钱 维持全家九口人的生活 由于家境贫寒 士德健从小就瘦弱多病 在学校里还经常被同学们欺负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去我们第四中学 科山第四中学 然后那天突然 我无意中看了一个同学一眼 然后他就 他很羞狠的问我为什么要看他 我还没有说什么 他给了我几个耳光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很委屈的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想 我要好好练功夫 我不能被别人欺负 1982年 香港导演张欣妍 拍摄了一部 名叫少林寺的电影 影片使用虚构和夸张的手法 讲述了一个遭人欺凌的少年 到少林寺学了一身功夫后 报仇学恨的故事 士德健对这部电影非常着迷 看了这电影以后 你特别想来少林寺 特别想 因为我看了几遍 又几回就看 因为他有几个 我从我们客栈 我都跑到另外一个现场去看 1982年 士德健带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 六十元钱 一个人离开家乡 前往少林寺 开始了漂泊江湖的生涯 我就带六十元钱 就坐在货车头 那个烧煤的地方 我就帮人家填煤 往货车里边 我说我帮你这儿活 因为我没有钱 要去带六十块钱 来到少林寺后 士德健才发现 现实中的少林寺和电影里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既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堂 也没有武功盖世的高人 只有十三位看守寺院的年老僧人 我看到一个老和尚 祖国拐杖 一走一走的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叫苏喜大师 我就撵上去 我说我要跟你学功夫 别人都说他会功夫 别看他瘸 他是有一身功夫的 他一般不收徒弟 他说学功夫我不教功夫 我说我出家可不可以 他出家也不收 一心投奔到少林寺的士德健 没想到 少林寺既不对外开放 也不招收学员 他只能去周围的武馆 碰碰运气 看有没有好心人 收留他这个一心练武的年轻人 到少林寺 看到少林寺外边有很多武术学校 很热闹 游客也不少 然后我就眼珠子都化了 就不知道去给谁学 为了很多 都要学费 因为我的学费是很少的 他们当时都要收学费 我说我这60块钱不够我吃饭 我说我想找一个 我可以帮他干活 干什么这种东西 可以学功夫 但是找不到 士德健满怀着习武的梦想 来到少林寺 却扑了空 身上的60块钱 转眼就花光了 身无分文的士德健 已经没有路费返回家乡 我举目无情 在达木洞上面 我就看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士在那 练太极拳 他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来少林寺外学 我来学艺 想拜师 他说那他是不收的 他说你以贷多少钱 我说我就几十块钱 但经不住士德健的苦苦请求 这位中年人勉强答应士德健 暂时住到自己的武术学校里 让他一边帮着家里干些粗活重活 一边学习功夫 在这里士德健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少林功夫 我平常就在这上面练习 已经下边都学养 所以我平常就在这练 因为这个步法非常重要 往下来 我说德健师傅 您上来吧 我太紧张 你别紧张 就这样 在全打一条线就这样练 我心里紧张 你在下面的那鞋缝上 好家伙下去摆上悬崖 传统少林武术 他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 他的最终根本的特征 主要是格斗搏击 他是格斗搏击 格斗搏击作为串通武术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二个 修神央性 就是枪神剑踢 或者说就是枪神剑踢 这是他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因为少林的功夫很朴实 不松滑 很实用 三发好 很清零 像猴一样 然后我就跟他学了两年时间 学了几十套拳 拳戒 因为这些我喜欢 学了很多 对打 套路 器械 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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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背 手腿 拦腰 上旋 左旋 右旋 批 翻身旋 砸 嘿 嘿 嘿 挂 跳 嘿 一 起 出到少林寺的五年时间里 士德剑先后拜了四位老师 学习了各家功夫 年轻的士德剑有点跃跃欲试了 1987年 当士德剑听说高手云集的登峰市将要举办一场散打擂台赛时 立刻报名参加了 我好胜好斗 因为我从小学的就是不急 学的就是打架 因为在家打架就是三拳两脚一巴掌 三拳 抛心窝 打两个太阳 然后用脚踢挡 一巴掌打空挡 当时我的老师教我 说打架是要害 我就专门练这个 专门练这个 一动手就这 山打什么我还不懂 什么是山打 他说就是戴手套 随便打什么打行 不要用肘 不要用腿 不要用肘 我就专家 我说这个打法 这是怎么两个人 你打我鼻子 你打我耳朵 直拳摆拳攻拳 来回这样打 踢当抱腿摔 说这是闪打 戴手套 我就上去用我的方法 还是因为这个 把对方弄饭多吃 在这次擂台大赛中 士德剑获得了70公斤级第二名 他渐渐小有名气 很多家武术学校争相邀请他去做教练 此时的士德剑再不是那个曾经被人随意欺负的小男孩了 但就在他武功越来越高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甚至开始危及他的生命 长期营养不良 以及不正确的练功方法导致了士德剑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不仅得了严重的胃病 而且还经常流鼻血便秘 更为严重的是 他还患上了肝硬化 练武人他作为少林 练武人是禅鼓 他主要是术师 术师就是喝个术身 玉米粥小米粥 用面粉做的汤喝汤吃馒头 那时候环境吃馒头也不错了 因为以前我在东北的时候就吃玉米粥的饼 还吃土豆皮 还吃豆腐渣 还吃冻白的帮子 就是地里边冻天的冻白菜 把它拉回来 拾回来 我们给它包成菜团了 玉米菜团了吃 有时候菜团了也吃不起 那时候九分钱一斤 所以身体那时候是在吃大咸菜 就是吃大成蘸酱 我一直吃那个椒辣椒 你吃蘸酱吃十几个 把身体吃坏了 很快 士泽健的身体就无法附和每天繁重的武术训练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少林寺理医术最高的张庆赫 为他调理身体 张庆赫是少林永化堂陈武医第十八代传人 他不仅是少林武学秘籍新一把的唯一继承人 而且精通医术 然后他就叫我躺在他小床上 我躺在以后 他说你还得用我给你滴这个药水 你用药滴这个水 往鼻子里滴 我当时很害怕 在往鼻子滴这枪路 当时很枪的 他说你慢一点 他慢慢我滴 很耐心滴 他说你一边滴 你滴的时候 你漱口水 漱口水 多漱一会 我慢慢咽下去 我说这很脏 他说自己没出口的东西不脏 当时还是前厌 后来就往后哈痰 痰也很脏 他说你哈 一边哼 一边哈 把这痰啥哈出来 和水口 也咽下去 他说这叫化痰 通过药来化痰 以痰治痰 以药化痰 他说这个痰不能出口 他说这东西是身体的生命很有营养的东西 他既然有细云里边也有营养 他说你要让他为你吸收 从下边派下去 每天晚上 试得见赶石屋里的山路来少林寺 跟着张庆赫 一边调养身体 一边学习少林医学 而当时的这个无奈之举 却为日后 试得见的人生道路 埋下了重要的一笔 他是少林寺永化堂 第十九代传人 精通医理 济世旧人 他继承了少林武学秘籍 心一把 心怀绝迹 却与世无争 他隐居山林十八年 研究少林禅学 武学和医学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少林禅武一传人 试得见 终极